一边要削一边要拼 然后才知道这个面板 怎么跟音量搭配到最佳状态 因为这种钢片呢 它手瘦了一点还不一样 更传统的做法 早就说那个弹簧筋铲 包着跟木乃伊一样 把它铲起来 但是那样的话 现在没有这个好 这个可以把它张得更牢固 这是环节一定要手来操作的 它把它磨得很均匀 然后那个面板的牢固性就会很好 看她老婆 做了好多年了 这个声音出来的话它就不一样 它的面板整个面板其实它是有呼吸的 它有很好的弹性 声音的反馈也很好 不能出来 如果不是手动的话 它是放到那个沙带上面磨的 那就完蛋了 一定要用这个刨子刨 看角度 我们都是全单嘛 所以侧板有个加枪梁 而加枪梁会用和它背板一样的材质 这个桑多斯 它是有弧度的 它是有弧度的 传统的手工琴一定要这样做才可以做好 人家 不是 他就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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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